或许咱有人想蹲大牢吗 应该没有吧 为啥想问这个呢 是我最近看了个新闻啊 说瑞士的苏黎世正在广大闲逝 被选中的人干啥呢 被选中的可以免费体验超真实的监狱生活 自愿做牢 真是没想到 因为他们那有个新监狱要建成了 到4月就开始接客了 但设施的都是新的 好不好用也不知道 工作人员没啥经验 出了乱子可咋整呢 他们就嫌色了 要不先招点人来先试试啊 所以啊3月24号到27号 一共4天被选中的志愿者就要去蹲大牢了 整个测试呢 都将秉持逼真的理念啊 所有人都会按照真正的囚犯被对待 志愿者呢进去先搜身 电子产品呢想都不要想啊 全部上交 牢犯呢当然免费 他们还会根据个人的饮食竞技啊 调整菜单 犯人啊可以选西安牢房 或者是静安的牢房 但是呢不能选室友 每天啊只有固定时间可以放风 如果实在受不了了 可以跟管理员说一个暗号 他们就会放你出狱了 人家还说啊 你要是想越狱呢我们也不介意 正好可以完善一下这个安全漏洞 结果而招聘消息一公开 你猜怎么着居然爆了 800多个人抢着坐牢啊 监狱就241个坑位 还得竞争上岗 原因啊我觉得一是好奇 二可能是这个瑞士监狱啊 居传说是五星级的享受 2012年啊就有瑞士媒体追踪了一个 阴谋杀祸刑20年的罪犯 报道一出来 网友一整个目瞪口呆 看看这个牢房 宽敞亮堂啊 如果囚犯愿意呢 再安个电视也是可以的 犯人可以自愿工作 表现好就可以减刑 下班了 他们还好几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监狱给大家准备了健身房 抬球 桌游 各种纸牌等等 当然以上通通免费 有些监狱囚犯还可以下厨 虽然刀具啊 有在看管下使用 但是也是相当自由了 犯人们闲下来 就可以一起做饭 开开party什么的 这几年啊 这翻新的监狱就更不得了了 有这样的 这样的 很多都带浴室啊 可以洗澡 有的堪称豪华 犯人们还可以自己装饰 牢房是国家的 但生活是自己的 这条件啊 我觉得几六人 接在大学上看了都流泪 更过分的是啊 大家听过开放式监狱吗 比如阿尔卑斯山脚架这个 犯人连球服都不用穿 白天就是工作 甚至有的犯人 可以白天出去 晚上再回监狱 这是宛如一个盈利性的企业 所以这种监狱啊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人觉得离离缘上谱 确定犯人会悔改吗 在这种条件下住着 从社会角度上看 敢化罪犯 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听起来好像很美好 但是对于犯下重罪的 比如杀人犯吧 你说受害者付出了生命代价 人们可能更希望 看到恶有恶报吧 住这种条件的监狱 真的合适吗 到现在 关于瑞士监狱的争议 还在继续 你怎么看呢 这种监狱的争议 这种监狱的争议 就是这样的监狱